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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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批准还给你 你没借过钱呢你 好 我怕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没玩 你还说 告诉你 对不起 不是 这欠还没倒完呢 这倒欠还勾欠呢 对啊 欠世文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 小土豆 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 你要这么整 我都不会了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八八的吗 是 我八八的也不够真诚 我跟你添麻烦了 我再次向你道歉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对不起 我问你 我刚才是不是在真长的走路 对 那你 你是不是故意捡我一身水 是的 你是不是缺德啊 你是不是缺德啊 我缺德 我缺了大多 那我问你要两百块钱多吗 多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 我想再给你一百 董黄女士 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 谢谢 再见 我站住 你干什么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溜个外 不是 太溜了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行 那行 那你快点啊 好的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是 今儿表现不大 慢点啊 注意态度啊 好 你没见过钱啊你 你要干啥啊你啊 你给我在这儿抢钱啊你 谁抢钱啊 我也不打拼打拼 我是谁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 最后你这个 我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 你 小黄 你 就是左脸欠抽 右脸欠 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种 拼比成将后子弹都打不够 怪不得啊 怪不得你 你这么大会 你都架不出去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永远都架不出去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遍 我说一百遍 你架不出去 架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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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谁给他 你架不出去 不是 不是小黄啊 那个 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 你咋的多大钱多大怨呐 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 这怎么给我们都这趴下了呢 他说我嫁不出去 你就是嫁不出去 你太优秀了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 太完美了 你beautiful 对不起 小黄啊 不进不灵就行了 前世上都给你这样了 你就别得礼不让人了 就是啊 我得礼不让人 我得礼不让人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 刚才他把我骂的 我嘴都插不上去 对吧 小黄妹妹 我刚才一直看见 你才骂他呀 我明白了 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 他就对你毕恭毕恭 斗气 我一走了 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骂我 行了 这样小黄妹妹 我替前世上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他呀 这是在跟我装人的 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爸爸 这是拍照 肚子里的孩子 啊 啊 米莲 肚子里有小帮忙了 啊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疑那事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的 我是一样 前两天我出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啊 那就不对了 你不知道就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啊 米莲 你怎么能怀孕呢 这人 因为我有老公啊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来来来 完事了 完事了 来 来 你坐吧 你离我远点 你这保姆当得不一样 啊 习惯了十来年了 那就是说 你还挺忍辱负重的呗 我 这是不正经家庭 雇佣你这不正经保姆呗 你咋说话呢你呀 我咋说话的 你咋说话的呀 赵刚不在家 为啥说话的大姐 哎呀 我他妈呀 你又来了 我估摸着今天 你就得来我家闹来 站那儿 我跟你说 为啥搓你车 坐那儿 坐那儿也是这个话 为啥锁你家车 毕竹 肛子 哎 你的个人情况呢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我啥情况你掌握了呀 你口味挺重啊 我是爱吃大葱 对 顿顿他都吃 你就别说话了 赵刚子我告诉你啊 你的个人爱好呢 我可以不妨碍 但是 姐今后在小区的所作所为 你必须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以后咱俩金水不犯河水 给你听见没 我咋觉得我啥事被他拿着了呢 他拿我啥了 行了 别装了 我不都说了吗 你的秘密我可以替你保密 我等会等会 我啥秘密你替我保密啊 还非得让我说明吗 你说 洗澡 干啥洗澡 戳澡 哎呦我的妈呀 戳澡也算秘密啊 我全中国都有这个秘密 行行 你都对啊 行 妈溜的 把我车开开行吗 车肯定给你开 但是我再次跟你说 你要是乱停车的话 以后还得锁你的车 不是赵刚子你敬酒不吃 吃罚酒是吧 啊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药呢 是吧 什么臭不药 你信不信我到物业一扒吧 你这身皮就得给我扒了 哎呀 咋的你还要到物业告我去呀 这回你又告我啥呀 都是本地狐狸 你在这跟我俩装丢呢 你勾的人了 被我看见了 我说 你等会 我说等会 你说清楚了啊 我勾的谁了 我勾的谁 你说清楚 我我我 他 哦我勾的他呀 那我是勾的了 我天天勾的他 我勾的他十几年了 我必须勾的他 我不勾的他 他不高兴 是不 对 你俩在这一起 臭不药呢 哎呀嘛 这叫臭不药啊 我今天给你来个完美的臭不药 看着啊 哎呦 太明目张胆了吧 这眼啊 这还算明目张胆呢 我恶心 我告你俩去我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这么告我不行 你没证据 来 你干啥啊 手机举起来 你拍个视频 这就当证据了 为了让你能够挺好车 我今天还就臭不药了 我 我爱你 哎呀 赶紧 咸起来 保一条 快点来 老公老公 继续说你爱我 快点 继续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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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你知道他啥 老公 这是我老婆 儿俩两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儿俩两口子 哎呀 儿俩两口子 你气得不气 真好笑 不是 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 还差一点 淡定 哎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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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一点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黄请坐 哎 那么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哦 第二个问题 你 我说你倒是问呐 小黄啊 啊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嗯 下楼 买药 买回来以后 烧开水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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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开水吹凉了 把腰吞下去 病好了 嘴重了 悲哀呀 街坊邻居们 你们都听到了吧 小黄妹妹啊 其实你的身边缺少一个人啊 谁呀 你知道阿尔米利生病的时候 它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 是哥 下楼 给他买了药 上楼给他烧了水 然后手捧着热水 一口 一口 给他吹凉 一口 一口 给他喂下去 他的病好了 哥的嘴 嘟嘟了 哥 那个哥啊 这个活我也喜欢 给我 我最嘟嘟 那个病好点没 还是差一点 你淡定 好的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 第三个问题 好的 哥 你问 哥呀 在厌气之前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我问了呢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纯生 带手 老雪花 还有闷倒鱼 跟他们倾诉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他治病 你咋还给他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 没灌他就喝多了 不 小黄 你有病啊 刚才我扫的 掉下来的是我的 不是哥 你还是没听明白 我扫了两次 就下来一瓶 这瓶也是我的 你扫的那瓶 得卡里了 在后面呢 走吧 走吧 你啥意思啊 你不会以为这瓶是你的 我想赖你这瓶吧 你这么废话吗 我走的 你愿意拿走 你拿走 我送给你了 我自己花钱买的 那合着我拿我自己的奶 我还得谢谢你呗 不客气 谁跟你俩客气了 不 我说不明白了是吧 这样 我刚刚刷了两次 不信你看啊 我给你看看就消费地图 我看这玩意干啥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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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玩意可以设计吗 我的妈又谁设计了 我还真说不明白 你这样 你这上面不有客服电话吗 你打一个你打一个啊 刚才我打战线 你打 你问他 你问他我是不是 我刚才 一瓶奶 我打什么热线电话 没溺水你走吧 你打一个 你不能不相信我 我不打 我打这玩意干嘛呀 你打不打 你不打我打你 你行不行 今天三八妇女节吗今天 我真的服了 这么少电话 这我还说不明白了 你问他 哎呀我知道 你就 喂 请问是灰山乳业吗 哦 是这样 好好好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说明白了是不是 战线 战线你说你怎么做 我们是暖男 我们有素质 哦 那何着说我没素质呗 我没说啊 你说的 哎呦我的天呐 郭哥 我黄小黄 你去小区打听打听 我我至于为了一瓶奶 我在这跟你 啊 你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你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啊 我过分 哎 哎 大伙都看见了 我这扫了一下 我还给我奶下来了 大伙人也看见了 扫了你的了 然后我还没事了 我刚才扫了两瓶 我这也有什么 不管记录 你看啊 你那瓶没下来 你那瓶你这瓶 你说阿姨 我那说说阿姨 你们别吵了 你们千万不能离婚啊 如果要是你们离婚了 孩子就是单亲家庭了 这对他的学习 这对他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这平仙博士给你们喝 再见 听话别吵了 再见 他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啊 哎呦我的妈呀 他该不会以为我是你媳妇吧 你看你那个熊样还想得到我 哎呀 他真是疼啊 哎呦我的妈呀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头顶上顶着放大镜 谁能看得上你啊 我的天哪 你还需要我呢 我放大镜就想逛到你这种丑恶的面孔 你也不用跟我讲那些 我们把美的事背是清楚的 我告诉你 你在这等着你别走 我回家充电器哦 让你看看 好像对不起 别忘了 我 我 你 谢谢大家